10月27号晚上7点左右在平阳街头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辆轿车逆行穿过十字路口并撞上中间的隔离带 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一起来看 事发公共视频显示 一辆白色轿车不顾红灯直接逆行穿过十字路口 之后撞上中间隔离带才停了下来 事故发生后驾驶员没有下车 一直待在车里 路过的两名热心群众发现异常后赶紧上前询问 发现驾驶员身体不适后搀扶着驾驶员下车 并把他转移到路边的安全地带 随后报警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知情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 驾驶员的家属接到电话后也立刻赶到了现场 家属告诉交警驾驶员半个月前刚做了心脏手术 救护车赶到后驾驶员被立即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 经医生诊断驾驶员戴某因中风病发 经过救助已脱离危险 目前还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中 尽了解戴某当天驾车途中突感不适 手脚僵硬 无法控制车辆 结果导致事故发生 好在被热心群众及时发现 并帮忙报警送医 等家属赶到后 两位好心人便默默离开了 交警经过辗转 联系上了其中报警的好心人陈先生 是一名外卖小哥 陈先生说自己是云南人 听不懂当地方言 于是叫了旁边一名黑衣男子 帮忙沟通 得知驾驶员是身体不适 于是两人把驾驶员扶下车 转移到路边并帮忙报了警 谢谢你了 我们代表交警队也是谢谢你 代表群众也是谢谢你 没有没有没有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